今日,五名的邓女士在水滴筹发起筹款,称女儿小黄由于病毒感染住进了ICU,却无钱之病,最后共筹得25万多元。 然而事后,有网友爆料称,邓女士在五名开有多家粉店,开奥迪车,签名下有几套房产,研发人们质疑,以母亲网络筹款叫女儿筹款平台水滴筹关于邓女士的相关介绍显示,她的女儿小黄今年20岁,在四川传媒学院读大案。 今年6月30日,小黄突然高上部队,被送到成都当地医院,检查为病毒感染,病因不明。 当时,医院几次下了病内通知书,女儿小黄当时住进ICU,每天花费大,医院估计前期治疗费用至少要30万元。 我和她爸爸违看病前期的夜夜失眠,医药费没有着落,经过今晚人捐款,7月11日,邓女士将删款25万多元提现,数天后,邓女士发布进展,表示女儿已于7月19日出院。 目前按照医生建议,哪样回到五名的家中静养,二骂站引发争议然而,7月22日,有网友爆量称,邓女士家里并不缺钱。 其在五名还有三家粉店,家中有奥迪车,名下有多套房产,对于网友的结底,大病出狱的小黄在网上公开和网友展开骂站,言语粗俗不堪,并称,你给了多少钱,我还你。 不缺你这个星星的钱,对于小黄这般言论,网上一片哗然,不少人觉得,心疼的不是钱,而是做付出的煞心。 于7月23日,小黄可能意识到自己的不对,在朋友圈里再次发声,表示非常后悔,希望大家给他一次改过最新的机会。 2.7月24日,邓女士在筹款平财水滴筹表示,将变卖家产,在72小时内,把善款退台给了各位爱心人士。 3.当事人是一家粉店老板真相,是否与网友爆料所说的那样呢? 7月24日,记者走访了解到,位于五名建设街上的邓记金牌老友被邓女士所有,记者辗转临系上邓女士。 当表明身份后,邓女士随即挂掉电话,且再也打不通。 7.根据周边店家和一些曾在金牌老友干活的公有反应,邓记金牌老友粉店口碑不错,做了多年生意,加上老板做人做事也可以,生意一直不错,应该是有点积蓄的。 7.像不明白为何这么做? 7.此父亲称网络爆料大部分事实据悉,小黄是邓女士和前夫黄先生所生,两人离婚五年多,目前黄先生也在经营一家金牌老友粉店。 7.黄先生表示,邓女士虽然有车有房,但都是贷款买来的,家里经济情况并不好,网上所说的大部分是虚假的。 7.她邓女士是有一辆奥迪车,做生意,讲究一个脸面,房子只有一套商品房,十多年前买下的,现在还有贷款没还清。 7.她那个铺面房租两万多元,一个月,现在还欠着房东的房,租,去黄先生街上。 7.她早年曾和别人合伙做生意,不料生意失败,至今仍是五万多人的债务,现在她就住在粉店的二楼,我今年52岁,没车没房,租金每月仅四千元。 7.黄先生谈言,女儿生病住院时,她和前妻是真的拿不出钱来,当时正好旁边有病友看到,于是建议他们在水滴筹箱发起筹款,五平财成患者决定道歉,并退款对于女儿在网上的言论。 7.黄先生自称感到很意外,我问过他妈妈,说是有匿名网友恶意相供,孩子可能被激怒了,因此失去理性,说错了话,肯定是不对的,我们作为父母有责任,没有好好教导他,同时,也希望社会能给他一次改过机会。 7.7月24日下午,税滴筹平台移民工作人员回复称,事情发生后,该平台,以第一时间联系用户说明情况,但用户没有做相关回应,经过沟通,患者在朋友圈道歉,并决定退款,目前事情还在跟进中。 具体进展以平台动作为准,来源南国金报记者吕海峰值班总编,术朱宁云值班主任术刘三十,班则编书成封出品术,南国金报全媒体中心CM的免责声明,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和虎端自媒体,不代表腾讯网的供典和立场。